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说因为官员的傲慢 贪苦以及制度的缺陷造成人民生命财产 受到侵犯而没有办法伸张正义的时候 恐怕不仅仅是人民快乐不起来 而国家的未来也会岌岌可危 今天要和大家一同探讨 若是政府不诚信 那将带给人民的痛苦指数会有多高呢 在十几年前 我曾接到假冒检察官 说我银行账号有被盗用 需要及时处理 检察官要我费20万到一个账号 我汇款后去台北地方法院 询问了华警后 华警告诉我说 我被骗了 在回家的路上 接到银行的电话 告诉我汇款不成功 说我受款人名字写错 同因不同志 就因错阳差 保住自己的财产 其实现在最热门的啊 就是说用简讯啊 写着说 因为疫情受到影响啊 所以为服务啊 提供给确诊者3到5万块的补助金啊 然后再附上这个调银的连结啦 然后用这个各自啊 来绑电子支付 那因为这个银行的户头啊 到了被绑定嘛 那导致说你这个户头啊 因为电子支付啊 就被倒转成功 其实这个很难求偿啦 那我今天也是特别提出来 希望线上的好朋友 要特别的来注意 注意这个诈骗的问题 她说她是国税局 她也没说 没得到我说我是不是本人 她就开始讲85年 这85年 你今天105年已经20年了 她要我去回答20年前的事情 真的是很害怕 然后就 我跟她回答说 我忘记了 我要想要问她说 你是谁的时候 她电话就挂掉了这样子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跟谁在讲话这样子 我们内部研究的主席啊 当时候有经过分杂 讲说我们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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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调查 是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种电话调查 那是非常的不得意啊 过去没有 没有这个例子过 过去没有 我们也知道这个方式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书面的调查方式 几乎 几乎 没有用电话来进行调查的 那她这个个案是非常的特殊 那此例一开 如果认为可以被正当化 那接下来这个例子被原用到其他个案当中 我们还会再蔓延多少 针对有关于纳税者 他们在整个税圈基增程序当中的程序基本人权 我们在税圈基增法做了这样子明确的规定 那还会有这样子事情的发生 那导致接到电话的民众 他们非常的害怕 他们非常的害怕 然后而且在担心这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 以后再接到国税局打来说要调查的电话 第一个标准动作 就不要再听他讲话 直接把电话给挂一下 如果从法律上来讲 我们的证据可以翻两种 一个是人证 一个是物证 但是不要忘记 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来告诉我们 收集证据才可以 但是呢 可不可以通过电话录音 我是很质疑的 因为他不是法律程序调查证据 那因此呢 有句话 在学义上很有名的 读书果存理论 那什么意思呢 你用违法通法调查证据 是不能担当这东西的 因此主管之官一旦按照法律程序 给调查证据 你取的证据才可以使用 但是呢 我们现在用的政治法设 不像美国那么延吉 特别是在行程序碗头 有特别规定 原理上违法调查证据是不能用的 但是 如果当 为了公益 可以牺牲私益 但是呢 不要忘记 你 重视违法调查证据 你是为维护重大公益 要是对客人青睞比较小 这时候呢 可以例外 可以重视违法调查证据还可以用 但是呢 相关的 特别是法官的使用 用这证据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一定要小心 因为国家一定要先收法 我的收法才可以要求他们收法 关于电话查税这件事情 其实 如同我们影片中这个 国税局的局长所说的 其实他们 税局都会认为说 哇 我这是一个辨明的措施啊 大家不要太这个 麻烦还要收信收公文啊 收到公文会紧张啊 等等之类的 但是 我讲这个 法律也规范的相当清楚 不管是税恩兼法十一条之五 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的十二条 都已经明文的规定非常清楚 关于所谓的 税捐的调查 它必须是书面的为之 而且不仅仅是书面的为之 而且还是必须要事前的 将这个调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范围啊 目的啊等等的 要通知这个被调查的人 让这个被调查的人可以知道说 哦 我为什么被国税局调查 这也代表了一件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国税局的调查不能是没有上线的 不能是无缘无故的 所有的调查都必须是公正公平公开的 而且是留下记录的 如果他用电话来做这样一个调查的过程中 很显然是一个没有这样录音的机会 或是不是一个正当的程序 所以严格来讲 这个税捐调查透过电话来做合不合法 我可以很明确的在这边跟大家说 它是绝对不合法的一个东西 因为人民真的无从透过电话去分辨真假 分辨究竟是国税局还是诈骗级的 很大的重点在于说 透过电话 透过这种所谓的口头告知 或任何的便宜处置的方式 它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是 有一堆不会在文字上留下记录的话语 不管是威胁性的诱导性的 常常就包裹的这样所谓的 唐一炸弹 然后去包袱着他们这种所谓违法的调查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之前就曾经提醒过民众 那不把这个诈骗集团会用电话来通知民众 如果遇到类似的诈骗电话的话 一定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电话调查事件 台北国税局用电话问民众你的身份证号码 问你20几年前的事情 那请问线上的各位 会有人相信这是台北国税局 而不是诈骗集团吗 更夸张的是 这个国税局电话调查事件 这个问卷的内容 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在调查禁止里的性质 是证与还是学费 结果居然没有全部是证与的选项 那这真的是非常的讽刺 当国税局一边来提醒民众要注意诈骗 结果自己也当起了诈骗集团 当国税局必须要用到诈骗的时候 的手法来调查人民 其实这就证明了 这张税单根本就不具有正当性 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 呃 太极兰的的确 的确确的 啊 不是 不期待的对于太极兰 在这个 全民的这个 体育 还有整个家庭的共处 这个教育方面的东西 都可以肯定 主管补习班的教育部 于1997到2000年间 两度发函 并在立法院公开证实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然而2000年公听会后 国税局却仍然以补习班名义 继续向太极门开单课税 就连太极门弟子先后成交了上万份的赠语书证 给国税局 证明尽失礼为赠语性质 国税局也只认十份是赠语 其余的一概不认 财政部宿院委员会也认为国税局这样草率开单有问题 接连5次将税单驳回 台北国税局局长张胜和 直到向太极门发单课税5年后 才应宿院委员会要求 首度设计函查表 以抽样调查的方式 调查太极门禁失礼的税务性质 他发了一个函 然后请他抽到的地址 然后来问说禁失礼的性质是什么 回收的有206份 全部都说是赠语 全部都说是赠语 可是没有想到台北国税局认定说只有9份是赠语 中区国税局认定只有5份是赠语 国税局故意不将有利于太极门的寒查表回函 提供给宿院委员会审酌 未造结果 欺骗宿院委员会 导致太极门在第6次宿院吞败 此事引起监察院的关注 在2009年主动纠举国税局设有7大违法 并针对206份寒查表 进行调查 没想到当时担任台北国税局局长的林中元 居然捏造事实 在回复给监察院的统计表格里 自行新增一个是否具有对价关系的栏位 在全部贴上是的答案 赞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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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赞予啦 请财政部 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速作与结论 如果中期国税局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期国税局让他一个局承担责任也不好了 那签上来好不好 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赤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期局的这一个意见 那么签请财政部 就是这效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撤回是吧 好 那我们就 由我们中期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公听会后 财政部行文给多位立委 表示将依照税捐基针法第40条 撤回太景门1992年税案 但执行署仍然在民国109年强制执行 拍卖太景门位于苗栗山区的道场预定地 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太景门无罪 无欠税 照理说因为已经按衍生的税案 就应该要就此终结 然而呢 事实却并非如此 国税局依然违法持续开单 81年度终所税的部分 他没有就近私礼正宇的性质 是否是课税要件去调查清楚 却做出分割判决 当时的财政委员会召集人 康世如委员 就在民国99年6月17日 召开了保护租税人权 终结万年不死税单的公听会 这一场的公听会 足足开了四个小时 场面之浩大 反应之热烈 在立法院也罕见 我当时就是太极门 受寒查地址的代表 当天呢 财政部次长张胜和上台 打讯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愿意正面的说明 更恶劣是一再踢皮球 给他的下属单位 其实对太极门开单 克税的就是在张胜儿担任 台北市国税局局长的任内 结果他这种一问三不知 根本就是官僚 甚至公听会正在如火如土的进行的时候 有一位税官在众目睽睽 居然可以安然入税 还有一个税官 还污着耳朵当做没听到 他们难道以为污上耳朵 就可以对人民的心声 装容作哑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